今天是美国2020年的最后一天 也是中国的2021年的第一天 早上收到我妈妈转给我的一个新年祝福的短视频 一个时钟 在2020年的12个小时 分别是悲伤 哀愁 哭恼 烦躁 焦虑 绝望和胆怯 随着时针的走动 当数到2021年的时候 12个小时就变成了安康 幸福 美满 开心 平安 祥瑞 欣喜 微笑 喜悦和勇敢 这是非常美好的祝福和期盼 然而自从2019年12月 从中国武汉开始爆发的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以来 全世界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 在2020年的每一天 都经历着完全不同的这一年 仅仅借着新年中的肖想 我们的祝福和期盼真的能瞬间改变吗 我装了一个智能灯泡 我的亚马逊Alexa智能助理给他取名叫第一道光 The first light 并告诉我可以设定一个早起时的例行程序 就叫Alexa要有光 Alexa let there be light 对他说了要有光之后 所有的智能灯泡都会自动点亮 我有些小吃惊 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中记载 上帝在创造世界时最先创造的就是光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况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先知以赛亚在大概2770年前 预言说救主弥赛亚就是基督 仅要降生拯救世人 他说在黑暗中行主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因之地的人有光照有他们 于是光和暗就分开了 在2021年前 救主耶稣基督降生了 他亲自宣告说 他就是世界的光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思喜约翰也为耶稣做见证 说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使徒约翰说 世人皆在黑暗中行走 他说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 到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救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巨人无法在公义圣洁的上帝面前 站立得住 在上帝审判时会被定罪 其结果就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灭亡了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呢 因为世人共同的始祖亚当 他代表了全人类 他的堕落使得所有的人都成为了罪人 从而人人都会犯罪 那什么是罪呢 违背律法就是罪 知道行上却不去行也是罪 这不光包括外在的行为 还包括嘴上的话语和心理的意念 耶稣是天父上帝的独生子 他借着圣灵感应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成为了完全的人 他没有罪也没有犯罪 他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 又在三天后复活 将他一生因为顺服和遵行天父旨意而获得的义 归算给我们 我们在被上帝审判时 因着在耶稣基督这位真光里面 就被上帝宣告无罪而诚意 我们因信诚意 得以与神和好 并成为圣洁 天父上帝他还收纳我们 成为他的养子养女 成为光明之子 进入上帝的国 神的家 我们可以和耶稣基督一样 喊这位天父上帝为阿爸父 我们世上的不完全的父亲 都知道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 更何况这位至高完全的天父呢 他天天看过我们 赐给我们的都是好的无比的 你愿意趁着有光 信从这光 成为光明之子吗 只要悔改 信福音 信耶稣是基督 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上帝 叫他从心里复活 这是上帝百百赐给我们的恩典 黑暗渐渐过去 真光已经照耀 在这真光里 那些对2021年的美好期盼和祝福 才能真的实现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就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并将荣耀归给你们的天上的父 我这就是 你们的 我这就是 我这比如说 我这就是